近几年来,有越来越多国家投入再生能源的领域,并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我国也不例外。 去年8月,沙拉越首长阿邦佐哈利就播出了1000万领级率先启动氢气能源计划, 希望能够透过设立氢气生产中心和开发氢气交通工具来改善沙拉越的公共交通系统, 并同时也推动绿色能源的发展。 经过一段日子的研发和测试,东南亚首个综合氢气生产与充电站终于在今天面试了。 东南亚首个综合氢气生产与充电站,今天在沙拉越古近隆重登场。 一大清早,沙拉越首长阿邦佐哈利便带领域众官员与媒体进入他一手策划和创导的心血。 那除了参观氢气巴士的内部,首长也为氢气驱动技术的汽车注入能源并亲自试驾。 主持完开幕李智扣,阿邦佐哈利在记者会上表示, 这项成就将为沙拉越在绿色公共运输服务上开启新的里程碑。 而他也透露,截至目前已经有国家有意向沙拉越购买和投资氢气生产, 以取代他们的核能源。 不过,氢气巴士是否已经获得准重那个安心上路, 那对此,阿邦佐哈利是开玩笑地表示, 沙拉越太先进了,陆陆交通局现有的法令已经过时了。 他们必须更新的法律, 我认为沙拉越购买的领域。 但现在他们正在谈论它, 我认为下周期才可以。 不过,因为再谈论一路sto像。